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微信频道 大家好 我是Yuki 今天想分享空岛生存 来到第二集啦 在无聊的等待树长大 灵机一栋不如盖一个生怪塔 当树还没长出来 可以杀怪打发时间 又可以获得不一样的东西 岂不是美之之 nice 那就开干吧 拿上所需的东西 沿着出生点 用木板延墙30格 当我在出生点 怪物就会在我32格以外的地方生成 然后用木板搭建5乘5的地板 再盖上5层高的屋顶 把台阶铺在屋顶 把台阶铺在屋顶 以免怪物生存到屋顶上 再把窗口放在路口处 可以防止怪物跑出来 而且还可以打到它 它却打不了我 入口在早上时 阳光会照进生怪塔 会影响怪物的生存 所以把路口围到阳光无法照进来的范围 我的妈呀 在施工时忘了擦火吧 哎呀 目前煤炭也没熔炉 无法做火吧 怎么办呢 不理了不理了 早上这些怪物应该会死的 继续施工吧 OMG 为什么还有怪物的 回家的苦力怕还在 小心翼翼的接近打了它一只 结果还是发生最坏的事情 它竟爆炸了 说是伤心的心情 继续的开干 在漫长撸树等待了许久 还是没伸出一只怪物 好吧 私下在框键看一下效果如何 终于有一只黑猪猪出现了 感觉效果还没达到预期 再想想办法吧 空岛生存就玩到这里了 觉得影片不错 记得点赞关注分享哦 谢谢你的收看 拜拜